大家好,我是V翔 今天來教大家怎麼用Flash寫一個簡單的分子系統 什麼是分子系統呢? 像這個 一個爆炸的效果 這個是分子系統寫的 我另外有寫一個是像這個 也是分子系統 這個是會受到方向跟力量的 我可以控制它的力量強度 然後可以控制它的方向 可以控制它的發射點 這個也是分子系統 那還有像這樣子 像火山爆炸這個 也是分子系統去做的 像這個 實際上用在動畫上的話呢 可以像是輪胎在滾動的時候呢 會發出煙的樣子 這種沉沙飛揚的樣子 這個都是分子系統做的 那有一個還沒寫完是這個 寫一個萬箭穿心的那種感覺 所有的箭頭都追著一顆球跑 這個也是分子系統 分子系統可以寫得很複雜 也可以寫得很簡單 那我們先從很簡單的分子系統來開始寫 網路上大家可以找分子系統 或是你寫 你就找分子系統 或者是找英文的 particle system particle system 應該可以看到很多分子系統 的一個特效 那可能也有一些介紹怎麼做的 那我們一開始呢 先寫一個分子就好了 寫一個分子 那會寫一個分子之後呢 我們再寫三個以上的分子 看要怎麼寫 那一個分子呢 是一個特例 所以很好寫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 我們現在在Flash裡面呢 先開一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呢 先把我們要的分子把它畫出來 假設呢 我們只畫一個圓 希望我們以後分子就是長這個圓 那很簡單 把這個圓選起來 我們把它呢 轉換成一個 影片片段 Movie Clip 如果你用中文版就是 選影片片段 然後呢 按OK 確定 好 那確定之後呢 對 我忘記一件事情 先進來 先把這一個分子 把它移到 中心的位置 好 我希望用中心點 來當作作標 好 那回到我的 畫面上的時候呢 我把中心點一樣 移在圓的中間 好 這個 好 那有了一顆分子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顆分子是特例 好 所以我們只要替它取名字 假設這一顆 好 我做完之後 我給它取名字叫做P1 好 那在我們的 時間軸裡面 我們開一個新的圖層 取名叫做 Actions 那在這個Actions上面呢 我們就可以寫Action P1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要受到一個 程式的控制 在我還沒寫程式之前呢 我先寫一個 import fresh 點 event 這行不寫其實也不會錯啦 但是 有寫的話會有提示作用 好 我們現在把P1呢 掛上一個 add event list 掛上一個 我們上面 import進來的 一個 你看現在有提示作用了 一個 interframe 事件 interframe 事件的意思就是呢 它會持續的不斷的 持續不斷的會發生這個事件 那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 就去執行後面的函數 自己定義一個叫做 animation 的函數 好 那有 有了onanimation這個名稱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函數定義出來 好 寫在下面 function onanimation event 好 規定一定要帶一個 參數進來 好 void 好 這邊flash action script3的基本語法 我就不講解太細 好 我這裡只講 分子系統的應用 好 那有興趣的同學再去看 他的基本語法 好 怎麼寫 好 那我們現在呢 p1呢 會去不斷的去執行onanimation這個 function 那這個 function裡面要寫什麼呢 我們先很簡單寫p1的 x 加等於5 p1的y 加等於5 好 呃 p1的x坐標 跟p1的y坐標呢 都加上5 那每次執行呢 就加5 就加5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按下ctl enter 看一下結果 好 這顆球就 右邊5 往下也是5 不斷的往右下角移過去 好 我們再看一次 好 好 太快了 我們改成1 好 1會慢一點 好 好 這一顆p1呢 就往右1 往下1 然後因為一直執行嘛 所以他就一直往右下角去移動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一顆分子的寫法 好 那我們先 分開來講 好 第一段先講到這裡 好